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呢就是我们投资者需要关注的 那么资产价格上涨 这个毋庸置疑 资产价格中哪一部分上涨速度会比较快呢 那么必然就是股票市场股市了 像白菲特所说的 他呢自身就是喜欢投资股票 原因很简单 股市本身啊 公司会帮助我们赚钱 公司会有发展 公司会有现金流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产品 金融产品就是属于我们中小投资者 最适合的一类投资产品 那么如果是降息之后呢 美元大概率是下跌的 就像我们之前有经验 澳洲降息两次之后呢 澳币下跌的速度和幅度都是比较快 比较大的 因为本国货币呢 在市场上会比较多 因此呢显然就不那么值钱了 这是基本的一个供求关系 所以说呢 美元呢 之前一直是比较强势的 那么在下半年 很多机构呢 纷纷都是看跌的 那么我们投资者 也可以适当的抓住 这样的一个反弹 非美货币的反弹的一个机会 那么另外呢 大家始终是要关注 持有一定比例的黄金 或者是黄金的股票 这个原因呢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 美元和黄金呢 基本上是反向的 如果是美元下跌 那么黄金呢 大概率是上涨的 同时呢 资产价格继续攀升之后呢 风险是不断累积的 因为现在全球金融市场 或者是资本市场 或者是实业 并不是那么好做 所以呢 避险情绪始终是有的 那么大家呢 要尽量保持 两条腿走路 既有风险资产 那么又要配置一定的避险资产 这样的话 我们的投资组合呢 才会相对比较的完善 另外呢 美联储和特朗普 根据昨天美联储的讲话 他们的矛盾呢 也是继续攀升加剧的 美联储能不能最终保持客观独立性 只依据金融事件 或者是金融数据 来做出降息 或者是不降息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还要看到最后 美联储7月31号 最终的一个公布结果 那么在如果降息之后 哪一类股票上涨幅度会比较快的呢 这个呢 之前也提到过 是金融科技 或者是需要资金去做投资 做研发的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对这类公司来讲 他们的借贷成本就会变低 比方说本来从银行借款是7%的利息 那么现在可能只需要6.5 那么节约下来的这部分钱呢 就是公司的现金流了 他们有可能有更多的钱 去开发新的业务 去做新的研发 所以说呢 这类公司会受到利好 另外呢 就是澳洲呢 有几大金矿股 是非常不错的 其中一个金矿股呢 在全球领域里面 它基本上是开采成本最低的 目前呢 它的成本均价是在700到800美金 开采黄金的成本价 而目前黄金的价格呢 已经是1400美金了 所以说对这家企业来讲 它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 另外呢 我们昨天 我们的同事也发现了一只 从上市以来 一直在上涨的黄金股票 所以说呢 对于澳洲来讲的话 本来矿业 就是澳洲最有吸引力的行业之一 那么另外呢 在未来如果经济不好的话 矿业矿产的价格会受到一定的打压 但是金矿股的话 会受到更多的机构投资者的青睐 所以说呢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的一个内容 希望大家在2019年下半年 投资收益会收获颇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